卡式向量裡面各位看到卡式向量 那卡式向量其實第一個第一件事情告訴各位右手定則 各位要學會喔 當你的右手拿出來就像這一個 這應該談過N次 記得X擺向Y 大拇指的方向就是Z 回了嗎 如果今天來我今天畫另外一個 各位要知道 你的XY方向 假如 這是X 這是Y 請問正Z方向在哪一邊 在A這一邊還是在B這一邊 你拿起你的右手來比 當你的四個指頭放在X 擺向Y大拇指的方向往這個方向跑 這就是Z方向 所以 這才是Z方向 OK 正Z方向 這個方向就是 負Z方向 了解嗎 這一定要會喔 右手定則你不會的話算力學你會被他搞得 七溫八素 尤其用到彎鋸的時候 正彎鋸 負彎鋸 你搞不清楚 這是跟各位講右手定則 然後你看到卡式向樣的表示方法 剛剛是2D的 這是3D的表示方法 我有I 有J 有K 各位注意看 X的部分是叫做I Y的部分叫做J 你看看一樣用右手定則 X擺向Y 大拇指往上 所以Z正Z往上 有沒有問題 然後你看他的做法是這樣喔 你的各個分量就是表示AX AY AZ 帶坐標 好 這是向樣表示方法 那 合力大小 為多少 你會說怎麼是這樣呢 來 我們來看 這怎麼求出來的喔 你要稍微看一下喔 如果 叫你證明你要會寫喔 不會寫你就垮掉了來 我們先看X跟Y SY平面上 我們來看這個平面上你看到的 其實 我現在把他轉正來看 可以吧 我把他轉從俯視下看下來 各位看 我從上面看下來這個叫做Y 這個叫做X 有沒有問題 對不起又歪了 那就歪的徹底一點來 好 OK 你看這個叫做AY 有沒有 看這邊 這叫AX AX 我問你A'等於多少 A'是要合力 對不起啊不要太挑剔 好 很難控制的 就跟要求各位上課安靜一樣很難的 真的不想罵人 罵人都入進去了 我們看 好 那這個時候我問你喔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我問各位 這邊是不是叫AX 請問A'等於多少 剛剛已經講過了嘛 對不對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沒有 OK喔 可以喔 好 再來你看喔 這個知道了喔 好 所以A'等於AX平方加AY平方 好 再來看 這一個三角形 注意喔 看這個三角形 不是三角形 這一個 平行四邊形 好 這個平行四邊形的話 你看喔 我把它轉過來這樣看 這一段我叫做A' A' 就是這個A' 這個高度我叫做AZ 看得懂嗎 這是AZ 這是A' 我把它轉正來看 好 這個叫做A 我問你A等於多少 是不是A'的平方加上AZ的平方 開根 對吧 對吧 然後你把A'帶進來 帶進來之後你可以看到A等於多少呢 A'的平方 就等於AX平方加AY平方 加上AZ平方 開根 不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公式怎麼來不要去背他 你要知道怎麼來的 好不好 我覺得力學有很多地方很有樂趣的 你看出來以後 不都是先從圖形看的嗎 有沒有看到 這開根號成為多少 那多無趣啊 對不對 一個電話號碼如果 現在沒有人在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如果只是一個號碼 對你有什麼意義嗎 沒有意義啊 這些符號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這個圖形畫一畫 這樣可以解出來 還有趣 你可以用圖解 甚至於用計算的方式 計算是後來發現 他可以求得更精確的東西 我們剛剛看到的 其實背後是計算器 你以為用畫圖就給求解 沒有那麼精準 但最早期的力學是經由實驗跟繪圖得到的 最早期 好 那各位懂就好了 這就是向量的大小 3D空間就是 三個分量的平方開根號 2D就兩個分量的平方開根號 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什麼叫方向角 方向角就有趣了 他要問你說 你看這個合力在這邊 他跟X軸的夾角 叫做α 跟Y軸的夾角叫做貝拉 注意它是立體的 這叫γ 這個時候就不好算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你看他怎麼寫的 方向角 就是 A分支 你注意看這個 跟A的夾角叫做α 你要看這個三角形 藍色這個 有沒有看到 因為這個是直角 他這邊寫 所以cosα 等於什麼呢 你注意看 A分支 Ax A分支 Ax 好 要花費一點想像力 去轉那個角度去看 好 A分支 Ax cosα A 是斜邊 了解嗎 好 對於這個 這個方向的 cos 你看我們看cos 我們講一下cos就好了 好 cos不就是這樣嗎 剛剛不是講過了嗎 這角是合力的話 這三角把它轉正的時候 這邊如果叫做Ax的話 請問你這個夾角 如果叫α的話 那cos不就是這樣嗎 A 對不對 乘以cos的α 就等於Ax 那你把它移邊嘛 cos的α 不就等於Ax 除以A嗎 OK OK 好 同理得到這三個 你要注意這個三角形是空間中的三角形 這一個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 這第三個三角 不一樣 你要去想它 OK 好 那 單位相當我們等一下再來談 好不好 OK 先休息10分鐘 OK